好 那這個就放著了 再加個fearLayer 這個就只作用high 好,只作用high 就是我其實是要幫它叫out2 好,ok 那,所以這個叫做 好,那 然後呢,老樣子 at black mask 好,就是又 呃 加black mask 然後,呃,這邊呢 你當然也可以用generator 不過我們還是,因為 大部分的,就是你要想 generator的數量其實並不多 剛剛我們看到的generator的選項 其實沒那麼多 那,generator的用 大部分是用來判斷 你的模型凹凸 這種 呃,或者是上下 這種位置 好,那 大部分的,要產生 髒污,或者是 斑點等等的東西,刮痕 都是grange map 所以在這裡,我們還是加fear 加fear 然後呢,我需要的是一個 就是 斑點嘛 spot 好 好 那 他就會把那種斑點的圖 統統抓出來 好 那就選這一個 其實這幾個都很類似 這幾個都很類似 呃,像這種 都是斑點 斑點 OK 那你當然選適當的 不要亂 呃,亂選 那我現在決定要用的是 這三個的 就是black and white 黑白斑點 這三個叫做黑白斑點 隨便選一個 好 那 去把highmap 調強一點點 這裡 好 那就會出現 呃,這樣子的 呈現效果 好,那一樣的 這裡又有這個 UV 跟 Tri-Plan 的問題 這個模型不是用 Tri-Plan 因為 就會產生 就是一樣,如果你去開 Tri-Plan 的這個設定的話 它一樣會在一些奇怪的地方產生問題 好,ok 所以這個部分 你要看是情況去開或不開 那如果你開啟的話 你的模型外圍其實會產生一個 就是 Box 的投影框 就是那個 Box 的投影框在這邊 可以調 Offset 然後 Rotation 這邊的設定 好,那這可以把它關掉沒關係 好,那繼續點 Mask 回到這裡 又回到 Grounded Map 這一程序 看 好,那 呃 這邊要去調一下 好,它的 Balance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 Black and White Spot 又是 Auto 點這一個 就可以看到它 黑的地方就不會有凸起 黑色就不會有凸起 白色會有 那你可以看它的 Scale 是不是太大 好,就是你可以透過這個去調整 找到合適的比例 那一樣我按一下 M 回帶 剛剛的那個 秀就太圓太糊 那你就適度的要去做 啊,這個 控制與調整 然後調整對比度 讓灰接比較消失 好,就會 你可以看到這邊 就會變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一樣的 這種東西的調整 每個人調起來應該都稍有不同 好,稍有一點不同的狀態 所以這邊 看你要怎麼調整成你想要的 那,層數其實也一樣很複雜 再往下還有這個 Noise Scale 可以調整 上面呢,是整張 ground map 的 Scale 不算ground map Black and White Spot 的 Scale 下面是它裡面的那些 Noise Scale 還有它的扭曲程度 好,意思就是說 呃,一樣的 因為,只要你不是抄後面的參數 應該每個人調起來都長一樣 都長的不一樣 好,那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參數 讓它變成很像是一個 舊化的 已經很舊,風吹雨打生鏽了以後 然後沒有把生鏽去除掉 又再塗一次油漆的 結果就是變這個樣子 OK 好,那 至於凹凸的強度起伏 可能要自己控制一下 那一樣,這邊呢,你是要凸還是凹 要另外去考量 那我這邊希望是稍微一點點凸就好 OK,那這樣看起來就像是一個 舊化的 好,呃,還沒有很夠髒 但是已經有了一些 呃,尤其 老舊啊,等等的 這種呈現的效果 好